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先生是为我们今天现场最具眼光的艺术品投资人 专门制作了一件奖品 来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块是何天玉的资料 这个您制作了多长时间 制作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吧 一个星期的时间 好 一会儿将会由李师傅现场给我们最优秀的那位夺宝人颁奖 何天玉资料 何天白玉 它的价值是多少 加上李先生的雕工 大家心里知道它的价值 欢迎今天到现场的十二位夺宝人 大家好 我们的夺宝人来自各行各夜 也有咱们这个收藏夜内人士 也有收藏爱好者 有在我们这儿屡次获得家具的夺宝人 也有第一次来的朋友 不管怎样 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 谁凭自己的本事 能够让自己端坐在第一排钻石夺宝席上 他就是本场最具眼光的艺术品投资人 本来目奖品由真品质金叶珠宝和商务手表领先品牌雷诺表演提供赞助 外加李明师傅制作的这块何天玉资料的挂针 六位宝主现在在后边排练队准备上场 我们的六件宝物里边有三件描述完全符合事实 还有三件名不符实 需要大家把它找出来 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B组两件宝物 请看 宝主认为这是一面汉代上方前鸟博橘纹铸 行至精美 上方是汉代为皇室制作御用物的机构 2011年一面汉代四汝神兽铜镜以908万成交 而这面有上方坐镜等17个字名文的汉方铜镜 能否引发场上的激烈争夺 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这是一方清代光绪年紫砂燕台 是紫砂名家杨鹏年亲手打造 2013年一把杨鹏年制江天湘名锦兰紫砂壶 曾以391万元成交 两件藏品到底孰真孰假 请各位上前仔细辨别 来 请各位回到座位 如果各位认为这枚铜镜描述符合事实 请准备好红色扇子 如果认为这方燕台描述符合事实 请准备蓝色扇子 请把准备好的扇子拿在手中 三二一亮出你们的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 就是一个悬殊的选择 最后一排一左右两位女士的意见 是一样的 但是和绝大多数人想法相组 我们来请教一下12号 说一说你的理由 我感觉那个铜镜那个有点像是做旧的 感觉不是不太像真的 就这个有做旧感 对 7号 吴秉宗小姐 你为什么要选这方燕台 我觉得那个铜镜那上边亮光光的 也不像是汉代那么久远的 就是小两千年了是吧 这也太亮了 找个人来反驳一下你们的看法 徐博士 铜镜的话 我记得上次 我也是在一锤地银着录了铜镜 比这个保养的还要好 当时我以为是假的 然后当时听专家说 说这种 然后保养起来 其实能保养的特别的好 对 你经常看我们节目 参加我们节目 很长见识 很长见识 赵先生您觉得呢 我觉得也是这个燕台是假的 为什么呢 我看他这个图案吧 用的是一个好像是蝴蝶 一个是什么蝙蝠 这种东西在文房里头 好像应该不太多见 就是蝙蝠 就是蝙蝠 全是蝙蝠 这样的话 我觉得文房的东西吧 一般以清雅的东西为主 蝙蝠俗是吧 蝙蝠有点俗 你说这蝙蝠就是 跟蝙蝠联系到一块 好 接下来我们邀请本栏目专家 杨宝杰先生 把正确答案输入电脑 好 我们有请两位保主 宋光祥 王玉海 有请两位 各位好 这位是来自山东临沂的 宋光祥先生 您好 您平时就要收铜镜吗 开始我是玩铜镜 收藏铜镜 我碰到铜镜了以后一看 铜镜比铜镜 个子大 对 而且它上面的花物很好 图案很好 这把玩起来更有意思 其实铜镜就大铜镜嘛 是吧 好 来 30秒的时间 请您夸保 我带来这面铜镜呢 是汉代上方 清了波及温镜 上方是汉代的宫廷关储 主要是负责铜镜 和宫廷的饮食器制造 这面铜镜制造精良 尤其是温室精美 而且是包奖好 光气一流 它是绿气骨 铜镜是有黑气骨 银气骨 绿气骨是比较少 因此这个铜镜呢 是比较宝贵的 希望多宝人 不要获过这个机会 谢谢 大家都挺喜欢你的铜镜 你看只有两个人不选它 你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卖多少钱 20万 20万 好 接下来是咱们这个 紫砂宴台的主人 来自 辽宁葫芦岛的 王玉海先生 王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说一下您这宴台的来历 我的宴台是 十年前我自己收到 这从哪 从一个古董店的老板手里 在古董店里边 就在您那边 是吧 对对对 花了多少钱的 五千块钱 五千块钱 十年前五千块钱 您当时觉得这个宴台 好在哪 我觉得它做工比较好 十年前就是这个模样 是吧 就是这个模样 好 来 30秒 请您跨宝 大家好 我带来这门紫砂宴台 是清代紫砂明甲 杨峰年 制造 并由清代光绪年 紫砂明宫 赵松亭 收藏并客款 他 拍子细腻 做工精湛 线条流畅 希望各位 多宝人喜欢 谢谢大家 好的 名人名艳 对吧 而且还是合作的场 是 我今天才知道 紫砂能作艳的 刚才跟几位老师一请教 这个太正常了 是吧 岸头搁在那很有风雅 但是刚才有位提议 文房的东西上面有蝙蝠啊 感觉有点俗 您怎么看这事 我看不俗 因为那蝙蝠 第二个蝙蝠是 它是别落起来的 它可以说是腹中腹 腹中腹 对 难道就不是俗中俗吗 不是 不是 一个蝙蝠是俗 对 它三个蝙蝠 其中一个层点 三个就不算死了 对 好 根据杨宝杰先生仔细鉴定 两件宝物之中 描述完全符合事实的是 汉代上方琴鸟 博局文同镜 恭喜你 反正你至少描述的不对 描述的不对 到底怎么回事 来听一下杨老师讲解 有请 这个艳台呢 艳台没问题 紫砂也没问题 就是呢 要不写杨宝杰的款 可能好一点 这种紫砂艳台呢 清代确实比较多 一般都是做暖艳 或者做玩的一种东西 做成这样的呢 这样实在是非常少 当然刚才说有点俗嘛 主要是后面那提款 要没那提款的话 你说是老的 还可能有一点相细 那提款一看 就不是杨宝杰的 也不是赵宫杰的 所以一看那东西就差了 没这款可才好一点 所以这个呢 就跟您那个 说的那清代的那个 名不符实了 我们就给他 选择下去了 谢谢杨老师 就是说呢 这个提款 您说的这两位名人 这个提款 后面的痕迹 跟这两位名人 都白边 那么具体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再进一步考察 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 再见 我们这规则就是这样 纵然它是一件老东西 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东西 但是你对它并不了解 它就不是你的家人 你牵着别人的孩子出来 它叫什么 你不知道 这在我们这儿就算了解 自己的宝物 自己要非常了解 这才是收藏的意义 您说是吧 您跟我们讲讲 这是汉朝哪代的 这是宫廷用的 也可能是吕厚用过的 吕厚 对 有可能 吕厚那很厉害 它专门为 吕厚 照这个 如果是吕厚的 你可以以宫中用 铜镜的大小判断 那时候女人的脸的大小 对吧 这说明吕厚那脸还挺小的 小尖脸 小尖脸 报价是 二十万 二十万 我们请七号跟十二号 把扇子翻过来 谢谢 这一轮你们不能说话 其余的多宝人 二十万 请不吹杂架 二号 我觉得这个价钱太高了 因为那个 原来看到了很多这样的铜镜 价钱其实也就是 两三万的样子 这个保存的就是 我觉得是不太好 然后就是秀记太斑斑了 这种感觉 它好的地方可能就是 我觉得我喜欢这个颜色倒是 这所谓绿漆骨 是吧 他愿意出两三万 因为他觉得保存的不好 挑了这么一些毛病 杨老师您觉得他这个理由 这个铜镜啊 这个一看就是山东很好的铜镜 就发这种绿哇唧的秀 还有黑漆骨 还有白的 陕西那出土的 河南和陕西出土 一点秀土没有 那个漂亮 这个等于算是 半绿漆骨 半水坑东西 一看就是山东这些出土 那这是好啊 是不好啊 这种不如那个白光那种 还不如那个是吧 要是白光那能照着镜子 那个比这个要贵 一般说刚才说 加德拍卖那个 好些都是白光能翻出来 跟镜子一样能照软的 跟玻璃镜子一个效果 比玻璃镜子稍微差一点 谁照谁是吕后 这个年代可比吕后晚多了 这是东汉的嘛 200年 是东汉的 来下一锤 10号 我看这个铜镜子太小了 太小了 我这个住个家 大概200块钱 江先生说 他自己用这镜子 没法用 太小了 这个镜子应该是不小了 它是15.9 就是将近16厘米 杨老师 那这个铜镜算大算小 不算大 大的一般 20公分以上的价值不一样 这十几公分呢 这算是中国最多的 村神章最多的 这个呢 第一 村神章多 第二呢 纹饰呢 不是特别的精 应该说的是 因为这个 东汉镜子 最好的应该就是那种 浮雕镜子 那个浮雕 高浮雕 高浮雕那种 高浮雕 这个属于是浮雕 小刻花 而且蚊子呢 少点 一般蚊子应该 上方都跟人大小 上有些人不知老 后边还有一堆话呢 可饮育泉 鸡时早 瘦如金时 家且好 一共四句二十八个字 这个呢 写了十七个字 少了十几个字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的直径小 写不下去了 下一锤 八号 我觉得这个铜镜 应该更多的是 欣赏它那个文路 应该文饰越清晰吧 应该越有观赏价值 它的那个等级 应该越高一些 你这个纹路 一个是不太清晰 二一个有一些残破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 到不了 你说的那么高 不是太清晰 有点残破 是吧 对 这个不是残破 这是什么 这个是注镜的时候 它就换横 这个是什么 那个应该 他说的 应该是注镜的时候 可能是那个 铜的口 铜水是从那倒 反正没注好 那块是 那个肯定有毛病 这算毛病 那个算毛病 杨老师 刚才朵宝人认为 画面有点模糊 不是很清晰 没有达到1080P 这个要说起来 这个模子 也是算比较清楚的 不是头颅 也二模三模吧 就是这个图案的 可能是 这个还是东汉早期的 应该是 图案它没有 东汉晚期的 那像那种高浮雕 那种精彩 这抽象了一点 这个抽象了一点 这也不会 线条画似的 也是非常精彩的 这个体现 当时的铸造技术 这个战国的钥匙 比这个铸造技术 还要好 这个 我觉得这个水平 你说 铸铸没什么毛病 就这个柱子 不是没什么毛病 而且还里边还有 那个就是 所谓的这薄矩镜 薄矩 还有LV 早期的LV 钩铸发 就T 那边都有 对对对 没错 对 薄矩镜 这是一个代表 一个当时的一个风格 就这样吧 我们看一段短片 了解一下 宝物的相关背景 铜镜 又称青铜镜 是古代用铜做的镜子 铜镜在2000多年的变迁中 出现很多种类 尤其是纹饰十分复杂 形质也多变 那么汉代铜镜中 LV的纹饰 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在汉代的铜镜纹饰中 纹饰布局突破了 新对称的古样设计 出现了轴对称时新风格 在近卫纹饰方隔四年中 故审出一T新闻 与其相对的是L新闻 方隔四角对象为V新闻 因为这三种符号 类似于木工用具的规矩 所以被称之为规矩镜 规矩镜 是西汉时期最为流行的 铜镜类型之一 也是后世辨别汉代铜镜的 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 不过要收藏一面 有价值的汉镜 还得看铜镜文士的清晰程度 因为铜镜收藏中 最讲究版物 头母镜最受欢迎 头母镜是指 第一次讲作了铜镜 纹路清晰的 价值远超过二模三模镜 一般来说 外形出处完全一致的铜镜 由于清晰程度不同 在收藏市场上的 成交价格相差悬殊 好了 刚才报价20万 现在输入最终报价 好了 各位请出价 好 出价结束 接下来 请导播把三个最高的出价 打在身后 一分都不让 就20万 您有三个不同的选择 最高价成交 10秒多保或者退出 在此之前 三次机会来问价格 反正是亮红灯的 挑三个人问 第一个问谁 6号那女生 6号 我给出的价格是3万元 谢谢 第二个问谁 8号 8号出价多少 给的是8万 8号就出8万 最后一个问谁 4号 4号 8万01 8万01 我可以帮你验一个数字 验哪个 8万01 8万01 在后边 做何选择 请仔细考虑 您决定了吗 决定 好 您的选择是 最高价成交 最高价成交 请回头 最高价 3号出价 15万8千元 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 本篮报合作的 两家拍卖公司 和红玉博古完成 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 3万元 价格比是527% 有请3号多报人 罗英南 坐上 钻石多报席 有请 我们是达成了 交易意向 接下来的事 还要你们下去谈 祝您交易愉快 再见 邓先生 接下来 以市场专家的身份 来跟我们的 钻石多报人 讲一讲 这笔交易 能做不能做 等哪儿请 这笔交易 按照现在的情况 先不要做 因为这个 提到了 前面提到了 就是说 迦德曾经掀起过 一个铜镜拍卖的 一个高峰期 那个时候 很多早年玩 钱币的人 后来都是这个情况 改玩铜镜了 铜镜确实是一个 数量很大的场景 但是拍了 火了那么两三年以后 最近 国家文物局 这方面政策收紧了 近两三年 都不让拍了 基本上 所以的话 只要是 退出这个流通领域了 公开流通领域了 这个价格一定是一路下 你不能 不是说每一个人 都能找到比较合适的买家 去把他这个东西传递下去 你要是自己家里留着玩 还问题不大 如果将来要是卖的话 这个出口是没有了 你拿到拍卖公司 拍卖公司不敢给你拍 这样就麻烦比较大 所以这几年的价格一路下滑 像这样的一方 在市场上私下交流 也就是三万块钱左右 好 谢谢张老师 紫棋东南轩轩出彩 紫轩葡萄酒 提示您收看本期精彩内容 第二组宝物 请看短片 宝主认为本届藏品 是清末慈州窑猫枕 这些年这种猫枕比较常见 但是现在比较完整的 几乎已经千里挑一 极具收藏价值 另一届藏品 宝主认为 是宋代慈州窑 白底黑花围奇怪 通体以白柚绘黑花文饰做装饰 是宋代慈州窑系中 最具时代风格的装饰 该藏品在慈州游戏中 属于非常精美的一件器物 两件藏品到底孰真孰假呢 中国服金利福本栏目 是由金利福珠宝独家赞助播出 请上前观看 本栏目奖品由真品质金叶珠宝 和商务手表领先品牌雷诺表也提供赞助 好了时间到了 好 我们赵丽先请坐在钻石夺宝席上的 这位夺宝人给大家一点意见 你怎么看 我觉得那个猫枕 可能应该是真的吧 好 他建议大家选猫枕 各位 认为猫枕是真的 准备好红色扇子 认为这个围棋罐是真的 准备好蓝色扇子 来 3 2 1 亮 你别说你这建议还真管用 除了一号都停了 一号是蓝的 其余全红 说是您的理由 那个好像感觉 好像很做旧的感觉 瓷器我觉得 不一定会做那样做旧 有点方看着 是吧 就是 好 听一下5号的意见 这个猫枕呢 看起来历史的沉寂感特别强 还有那个古朴劲 特别像是真的 那一看确实是睡过人的 对吧 睡没睡过人 至少有人躺在这屋上躺过 对 好的 接下来邀请本栏目专家 杨静荣先生 把正确答案输入电脑 有请两位保主 隋电海 杨俊明 欢迎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 这是来自辽宁府顺的隋先生 隋先生这个花了多少钱 八年前 花了二百六十万钱 二百六十 没事啊 我明白 有时候男人在外边买个东西 他这不一定要报十账 是吧 这是不晚了 三十秒的时间 请您宽宝 我带来的是清末 到民国时期的磁头摇猫枕 猫枕是灼气 上面既有清滑又有荷彩 猫的神态 潘态可逼 既可以作为一个陈色器 也可以作为一个使用器 希望多少人喜欢 谢谢 这词写得不错 就是打算今天把它要卖了 是吧 对 卖多少钱 报价六千 真实在这价格 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 很少出现有报价低于 五位数的东西 我来自辽宁府顺 是雷锋的第二股响 今天会不好 学雷锋来了是吧 这是北京的杨炬明先生 您这多少钱收的 我这个是家里的 家里就一直有这东西 一直有这个东西 对 来 30秒请您夸宝 来 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件呢 是宋代磁州摇 绘画维写罐 气性精美 做工精湛 评项完好 文化内涵也比较丰厚 通过它那个图案 还有它这个文字 使我们仿佛看到了 一千多年前 宋代 那个文化生活的一种气息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大家 好的 听听您的报价 多少钱 三万块钱 三万元钱 来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杨静荣先生宣布 经杨先生仔细鉴定 两件磁器之中 描述完全符合实际的 是 是 清末民国磁州摇猫枕 恭喜你 您这个描述不对 它可能不是磁州摇 好 那我也有个 是个学习的机会 而且您刚才想 它可能是宋代 也许它跟那会儿没关系 杨老师请 那这个 罐 首先 你要是定那个围棋罐 这名称就不对 磁州摇是迷摇 这种罐大量生产 那干嘛用呢 装这个盐 花椒 食用的 调料罐 第一 第一 用途不符 第二 料 是宋代的 好 又是宋代的 呦 是宋代的 包括那颜料 就是那个也是宋代的 这不得了 生产的年代 不是宋代的 是 后来就是现代的 这种罐 即便是这个宋代的 如果是真的 像你这个品相 你刚才报那个价位 也说高了一点 这个东西有这个宋代金贷 那能卖多少钱 如果这个品相 如果这个品相 这种图案呢 最贵 超不过一万块钱 但是有好的 有几千万的 只是说那会弄一个宋代的 这个调料罐 拿回家 我也觉得挺好 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啊 大家还得注意一个问题 除了这个宋代的时候啊 它从宋 金 元 明 清 延续到五六十年代 还在生产 特别容易闹混的 就是清 从清民国到五十年代 生产的有一部分东西 工艺没有改变 好 谢谢您 宋本宁 表 我们的纪念品 谢谢您支持 谢谢 再见 好 一号 很自觉把扇子翻过来了 这一轮很容易 很容易就让三号回去了 为什么呢 保主对这件保物 报价并不高 换句话说 一会儿出来这个价格呀 可能价格比会比较小 报价六千是吧 六千 来 各位 砸吧 六千看你们怎么砸 四号 保主你好 这个毛整呢 从造型和整理看啊 做的应该还是比较粗糙的 是民间的 而且呢 上面这个所有的文饰呢 画的也不够精彩 所以说我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你对价格呢 报价了是六千 我觉得咱们买东西 在文物上那样买东西 也打个折吧 打个八折 我这样子呢 就算五千吧 梁老师 四号这一管商人的 他这行情摸得特别专 整条街猫着猫着的价格 到后来为什么流行猫枕啊 这跟这个民俗学有关系 那虎枕啊 过去都是小孩火托虎脑啊 这猫枕啊 后来在民俗学里边有一种新的传说 说这个杨文爷 勾人命的时候 黑无常白无常 什么都不怕 就怕那猫 这猫只要在这 屋里边养个猫 黑无常白无常 来了以后 扭头就走 好 好 谢谢杨老师 再次 五号 宝主您好 您好 首先呢 在我没有说这个杂架之前呢 我给你看几张照片 就是这是天津的 著名的瓷房子的照片 上面在屋顶上镶的很多小猫 还有这张应该清晰度更高了 我觉得这个猫啊 比这个猫要好的上十倍以上的 瓷周瑶的这样一件猫枕呢 应该是平凡人家 每家都能收得起 买得起的 是个平凡之物 而且这个猫枕的造型 上边的化工各方面 都是极差的那个档 既然天津瓷房子 能把它镶在房子上 就说明这个东西价格非常的低 是专瓦价 您当时花了二百六十块钱 都已经很贵了 我要出价的话呢 至多五百块 谢谢您 余彪说的有道理 他要买东西 他肯定往下砍价 余彪倒说了这个 说这个就是 大众 普遍用的 我们过去在美术分类上 把这部分 陶瓷类分在哪 分在这个 叫民间陶瓷 刚才余彪说的这个 有一点不对 说人家 刚才怎么贬低人家来呢 这个化工太差了 我可以说一句吗 您说您 我认为 我认为啊 这余老师 他喜欢书画 他一定喜欢公笔画 而不喜欢写意画 怎么怎么怎么 公笔画是基础 写意的才是最高境界 这个实验是写意 但这写意的太猖狂了 这写的啊 就像一堆活腿肠似的 所以没法看 那个核豆腰的刻点 都是粗犯豪化 两个活腿加三个肉饼 多少钱 五百块钱嘛 是高价了嘛 天津狗不理价 不是 我跟你说啊 人家大学教授 在这个 工艺美院 投资系讲课的时候啊 人家可不是你这么讲的 人家说你看这个猫 设计的 就是这个画的 就是画文 多么潇洒自由 而且这个神态非常相像 为什么 点了几点 谁看着是不是猫 是猫 用哪点来证明是猫啊 有胡子 他抓着他一个主要的特征 而从美学的角度 要把它升华了 行了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 此招摇 瓷周窑 是中国北方一个巨大的民窑体系 自北朝史创 历经隋唐 宋金元时期繁荣鼎盛 今明清至尖 瓷周窑品种十分丰富 主要生产 枕 碗 盘 罐 瓶等民间日常用词 这些品种中 最突出的作品 便是瓷枕 瓷周窑的瓷枕 以气形新颖 造型优美 幼色光亮 装饰丰富而闻名 白地儿黑花瓷枕 是瓷周窑最有创造性 和独具特色的器物 白地儿黑花 一成铁锈花 白如雪 黑如铁 黑白对比 是瓷周窑系特有的 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装饰方法 这种黑白相生的独特装饰手法 洗漱了传统的水墨画 和书法艺术的技法 创造性的将中国画的技法 与陶瓷叶结合起来 瓷周窑的瓷枕历史悠久 大约北宋初年 瓷周窑就开始烧造瓷枕 一直延续到明清 时间长达八九百年 而且瓷周窑窑戏庞大 窑口众多 由此推算 作为特色产品 瓷周窑瓷枕的产量 必然很大 船市总量也很客观 近年来 瓷枕的价格有所升温 逐渐成为了 收藏爱好者 追捧的一个特殊品种 您刚才的报价是六千元 现在输入最终的报价 好 各位请出价 好 出价结束 让我们请到宝把三个最高的出价打在身后 宝主很实在就卖六千 少一分也不卖 找三个人来问价 第一个问谁 六号 六号出价多少 我的出价是一千元 一千 好 谢谢 第二个问谁 九号 九号出价多少 我也是一千 两千了 刚够车票去 最后一个问谁 十二号 十二号出价多少 我的报价是六千元 六千 你要我帮你看哪个 看一千二 看六千 一千要在后边 扭头就走了 是吧 这不用看了 就六千 看六千这个是吧 六千不在后边 请您仔细考虑 好 请问您想好了吗 想好了 您选择 最高价成交 最高价成交 是吧 六千都不在前三名里边 您是不是早看他就 早想把他卖了 不是 您对他没有感情吗 不是 我还有 一人一个家里边 来 请回头 最高出价八号 一万六千元 恭喜 八号 谢谢 马云先生 八号是否能够 坐上钻石夺宝席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本栏目合作的两家 拍卖公司和红一博 完成给出的估价 是一万元 价格比160% 有请八号取代三号 坐上钻石夺宝席 有请 好 请三号回到座位 好 谢谢 邓老师 看这意思很值得买 您觉得呢 我觉得挺好 挺好 这东西实际上 有些朋友出一两千块钱 这个价格也能买着 这种东西 市场上认可度不高 就是因为什么呀 这个确实显得过于土 是吧 这个放在家里不知道摆到哪去 当然这种东西啊 目前这个市场价格啊 还可以 在一路缓慢上升 就是跟那个日益兴盛的旅游业 鼓励了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呢 但是不会太高 大概在这个价格上慢慢的哈 再向上走 一万多块钱 挺好 中国福金利福本栏目是由金利福珠宝独家赞助播出 好 接下来 今天的最后一组就是书画 请看短片 保主认为 此画为清末著名画家陆辉所作 陆辉的山水深得清代著名画家王石敏 王源琪的提传 此画田园风味浓郁 盛色清雅明润 保主认为 其价值在八万元以上 另一件藏品 保主认为 此画是无昌硕的琵琶图 作者画琵琶一笔圈成 在宣纸味干时点上墨点 使黄金果墨色交融又层次分明 独到之处令人叹为观止 两件藏品到底哪一幅才能打登现场的博宝人呢 请各位上前观看 好 谢谢各位 请回到座位 好 段时夺宝人 作为一个专业的画家 给大家一点提示吧 无昌硕那个吧 因为无昌硕他首先是个书法家 然后他由书法转到画 我觉得他那个从书法到那个画那个线条吧 还都是应该比较肯定 你是真心实意的告诉大家这事吗 有一说一呗 有一说一看 李师傅看出什么来了吗 你感觉哪一幅对 感觉皮靶好像是对 皮靶图那个对 对 皮靶图那个对 好了 各位 如果认为陆辉的这幅画为真 请准备红色扇子 认为吴昌硕这幅画为真 准备蓝色扇子 来 三 二 一 除了六号全红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 有一个人认为吴昌硕这幅是真的 其余人都认为吴昌硕这幅是假的 刘浩 你说吗 你跟大家的一个观点不通呢 因为我也不太懂那个书话 所以我听那个老师的意见 你害着一个人 也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 是不是你看救了你一个人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本栏目专家金允昌先生将正确的选择输电脑 有请今天的最后两位保主 吴昌 李琪 欢迎二位 两位女士 二位好 这幅陆辉的这幅画是您家里的吗 对 是我家里的 相当于祖传吧 祖传啊 来 三十秒的时间 请您看保 这幅画的作者是清代民初的作家陆辉的作品 他呢 创作的手法比较多 像人物 山水 王后 花鸟和国品呢 是都可以的 这幅作品是在1904年 也就是他53岁的时候创作的 这个时期正是他的创作巅峰时期 谢谢 好 报价多少 报价是8万元 8万 谢谢 您好 您好 场面不容乐观 只有6号 一位挺你 就算这样你也要把它说好 是吧 这是你家的吗 这是朋友收藏的 那我说得高兴成这样 你老没 没人认你 替朋友高兴 朋友收藏的 那接下来咱们就30秒夸宝 来 我用一 二 五 四 四个数字来描述这幅作品 一呢就是一代宗师所作绝对的名家字画 二呢是二者结合 充分利用了水墨的结合和镜字变化 使琵琶看起来保有水分的感觉 绝对的新鲜 五呢就是说这幅作品呢 是吴昌硕先生75岁时所作的 那么还差五岁呢就八十了 所以呢这个话际上呢来说也绝对处于巅峰状态 那么四呢就是说综上所说 那请各位夺宝人呢使劲出价 多多益善 谢谢 好 谢谢 所以 他的售价就是1245 他估价还是挺高的 多少钱 二三百万 二三百万 你的朋友男的女的 还是女朋友 女的嫁人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哎呀 这要是真的的话 好 来 接下来我代表本来门专家 金运昌先生宣布 最后一轮两件宝物之中 描述符合实际的 其实是 陆辉的春江生剧图 恭喜你 谢谢 这幅无昌硕基本上没有人认可 其实我乍一看 我觉得还挺好 特别像吴昌硕 他为什么不是呢 请教金运昌先生 诶 呃 朱毅先生这话说得好 他说呢 乍一看上去 特别像吴昌硕 构图啊 提诗的这个风格 等等都像 但是大家别忘了 吴昌硕先生同时是一位大金石学家 尤其啊 以这个甲骨文大传 称雄一世啊 那么他画所有的植物 他的枝条 都是大篆笔法 非常雄浑 无谱 圆尽 而这个枝条 是比较米若 单薄的 我们看这个一件画 不仅要从第一眼印象入手 而且要仔细地分析 他是不是符合大师 其他方面的专长 啊 要这样地看 不要说啊 有一眼赶紧掏钱包 那就坏了 谢谢金老师 送给你一条 啊 谢谢您 不能白来一趟 是吧 谢谢 谢谢您来到一锤定音 好 谢谢 再见 好 其他的十位多宝人 刚才宝主的报价是 八万元 请轮垂杂架 二号 这幅作品 从他的这个 齿幅来讲 包括他的这个 所画的内容 这个春季 它应该是一个四条屏吧 就像那个 尤其花鸟画的话 它应该是春夏秋冬 然后可能会是一套的画 您说这是个诗群的画 是吧 嗯 我觉得 金老师 至于这四条屏呢 只能说它有可能 可以是四条屏之一 但是呢 它也完全可以独立 因为呢 它单独落款了 比如说 它是四条屏之首 说春夏秋冬 也可以 那它是单独落款了 现在又单独表成立轴了 这点呢 我们可以不讨论了 是吧 好 下一水 这厉害啊 五号 余彪 我想就这件作品呢 来说呢 就是说 因为陆辉在当时的 的名气也不大 这样一幅作品啊 当然了 呃 有一百年的历史上下 那么呢 也就是在 呃 这样的价格 也就在三万块钱 比较公道和合适 当然他们未来的 潜在价值会更高一些 但是现在的市场上 收藏自画 特别是近代史一些画家呢 一线这些大名头的是价格齐高 就拿您右边的 如果是无仓素的真剂的话 就应该是三百万靠上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反过来在这个代理 这个时期里边 他们本身在当时时期就非常的低 而且呢 也不被现在的收藏大家们和一线的这些操作者看好 所以我觉得它很低迷的一个价 也没有办法 我只能给三万 请你理解 你同意吗 我不同意 五号说话 嗯 那个挺苛刻的哈 然后那个 我觉得它 因为它 你看上面有一个火器的标志 说明它是这个流回之物 这只能证明是一些 比如说美术馆呢 或馆藏 或者是来出售的时候 或打上火机 甚至你说拍卖也好 证明它有这个证据 不证明它价值到底多少 这个是两回事 因为这个是我家里收藏的 所以来节目之前 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下 那个它是 号称是 清末民初的 六十位之一 六十位之一 对 所以 估计也是最后一位 六十人 没事 这个陆辉 它名头到底什么样 我们提一下金老师的讲解 好吧 这个事呢 确实是值得说一说 实际上呢 就是在艺术品市场上呢 向来就有这种现象 一个人的名头 价格 艺术水平 往往这三者是三张皮 他贴不上 有的名头很大 价钱并不高 比如说 这个陈时增 很大的名头 一流名头 三流价钱 对吧 也有的呢 他这个价钱很高 画的并不好 也有画的很好 这个价钱并不高 比如咱们做过的汪荣 画的很好 价钱不高 对吧 所以呢 这三张皮呢 要看大家呢 如何取舍 您是要哪个 您是要技法 您是要名头 您还是 我就 想多花钱 对吧 我有的是钱 我想多花 这个是 需要自己啊 做出一个定位 陆辉先生呢 在当年 社会地位 还是很高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 了解一下陆辉作品 海上画派 是近代中国画台上崛起的一个风格流派 二十世纪初的海上画派涌现了吴昌硕 任伯年 黄斌鸿 冯超人 陈半斌等诸多名家 为什么陆辉能在其中脱颖而出呢 这和陆辉的成长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陆辉曾经入住吴兰徐府 成为著名收藏家吴大成的幕僚 有机会观赏吴大成的所藏 眼光和绘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后又为大书藏家庞来臣 与盛宣怀鉴定书画 包揽了众多历代名画 这样的经历 使陆辉能够融会宋代和元代各名家之常 又在传统中不断寻求变化 达到了尸骨而能化 因旧已创新的境界 陆辉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能 尤其擅长山水题材的创作 陆辉的山水创作早年用笔绣润 后来逐渐洗用干笔笔制求剑 不论是水墨浅降还是青绿山水 它都有较深的造诣 好 接下来输入最终的报价 刚才报的是八万 好 各位请出价 出价结束 接下来请你不要回头看 我们请导播把三个最高的报价 显示在屏幕上 九万元了 你有三个不同的选择 最高价成交十秒多保或者退出 你有三个机会来摸底 第一个问谁 问四号 四号出价多少 八万 八万 谢谢 第二个问谁 问十二号 十二号出价有多少 十万九千元 最后一个问谁 九号 九号 五万 好的 五万 我可以帮你验其中一个价格 十二 十二号 十二号出的十万零九 九千是吧 对 你希望它在呢 还是不在呢 我希望它在 它还真在 做何选择 请仔细考虑 告诉我 你的选择是 我最后选择是 最高价成交 最高价成交 好 请回头 最高价是十六万 有二号 土宝人许盈女士 获得了跟你交易的资格 我们来看一下 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排卖公司 以及洪玉博古完成 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八万元 价格比是百分之二百 二号 你不能取代八号 八号依然坐在这里 感谢您带着家里的宝物 来到我们的现场 祝您交易顺利 再见 高兴的 乐了 今儿这猫没白买 百分之二百 应该也是一个 很实惠的价格 在我们往常的中间 百分之二百 就算很好的成绩了 那到底能不能这么买呢 可以 我觉得可以 陆连夫这个画 一个是画的 刚才鸡馅都点评了 画的非常好 再一个是什么 这一段的 这个画家的普遍价格 我认为 还是被低估了 但是我是看好 他的后市 我为什么 我也会买 都是价钱不高 因为我看好 他的后市 这个人当时 是很有名的人 包括 吴昌硕 我觉得 海派画家的价格 早晚有一天 会起来 因此 大家可以尝试了 为健康 喝宁夏红 本栏目由 搞起酿造 健康好喝的 宁夏红 独家特别呈现 好了 那么在这里 我们要开始 今天的颁奖 首先颁发的是 所有猜队 全部三件 珍宝物的宝主 是哪几位呢 来 他们是 有这么多人 二号 四号 五号 九号 十号 十一号 恭喜六位 很有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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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获得的是 五克足金金牌 和两克足银银牌 各一面 美人一组 今天 最具眼光的 艺术品投资人 是八号 独宝人 马云先生 恭喜你 有请马先生上台 这猫真不错 我们有请 玉雕师 李明师傅 为马云 颁奖 来 预赠有缘人 恭喜他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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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李师傅 谢谢谢谢 好 恭喜马先生 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 四位专家老师的坐镇指导 谢谢各位老师 辛苦了 谢谢李师傅 为我们制作奖品 谢谢您 本栏目奖品由真品质 金叶珠宝和商务手表 领先品牌雷诺表 也提供赞助 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 今天所有的宝主 谢谢六位宝主 拿着自己家里的宝物 有的很远来的 来到一锤定音 虽然有的宝物呢 不是真的 但是呢 我觉得至少了了一桩心愿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抱着这个探索真知的 这么一个心态 把自己的宝物 拿到一锤定音来 接受大家的检验 但是感谢所有 左宝人的热情参与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这里是一拳电音 我是陆毅 下面见